沙盤推演是怎樣?所謂本土派,大舉本土旗號的,有我們二學公民 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院,陳雲的城邦自治論 真正的崗位應該如何擺位? 如果你們認真了解政治局勢的話,由七一開始看看 燒基本法,全民制憲,殺傷力不大 事實上現階的殺傷力不大 建制派就有政治智慧,建制派就看穿了我們 那為什麼他們會起降呢? 他們在怕的是什麼呢?他們在怕的是你將會推演下去的論述 因為建制派看穿了我們,他們知道我們的暴陣在做什麼 他們了解我們的沙盤推演是什麼 我現在說白一點,說一次給你們聽 中共作為一個中處角,他真正怕的是什麼呢? 他真正怕的是你香港文化的傳播 因為香港到今時今日,都是大陸很多城市的焦點 如果香港有一個意識出來,就會真正動搖到中共的整個管治成本 那就是什麼呢?就是分離主義 也就是說,說得白一點 他最怕的就是港獨 唯一會令到他怕的就是港獨 他知道我們弄的事 他看到我們燒基本法,拿全民制憲 那件事抵擂其實就是推引港獨 在香港搞港獨,最重要的是 就是令到那個意識,令到大家香港人都相信香港是需要獨立 而只要這個價值觀傳播開去的話 他就會影響到大陸了 他影響到大陸那怎麼辦呢? 在香港搞種族分離主義最好處的地方是什麼? 你不用自己去打的 你只要將那個信息散播,大陸就會有分離主義出現的 在大陸出現,分離主義就大了 我告訴你,只要信息傳到大陸 因為大陸那些人是真的打的 他真的會打夠你的 他真的會拿槍拿棍出來的 你看現在廈門的人 你看烏陷的人 他真的會跟你死過的 還有他裡面,大陸裡面 是有潛在於這些勢力的 有西藏,有新疆 而事實上那些是真的有槍有炮的 是真的會跟你搞的 你只要在香港做到一套論述 是受到國際認可 是令到大家都認為 香港人普遍都認為 其實獨立這件事是有得談的 你去到這個地步,大陸就已經混蛋了 不用跟他真的拿槍去射他嗎? 你不用想到這一步 其實整個政治江譜的定位是什麼呢? 怎樣才為民意準備好? 當整個政治江譜裡面 激進派所主張的是港獨 溫和派所主張的是城邦自治 在這個光譜定位底下 就可以了 就有得談 就文氣可成了